各位現場的市民朋友 电视机前还有网路上的朋友们 大家久等了 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陪伴 在这边 只要感谢所有新竹市民参与这场选举 不论大家手上的那张选票是投给谁 有大家的支持是我们从事政治工作 以及公职工作最大的意义 明天新竹的风依然会继续的吹 这一座45万多人的城市 依然会继续向前迈进 回顾过去五个多月的日子 我带着团队的同仁 检视这八年来的基础 也在这八年来的基础上面 提出一件又一件的政策 这个城市是一个有机体 不断有新的人加进来 不断有新的元素在发生 有旧的问题要解决 其实也产生很多新的需求 我想这些都是从事公职服务的人 要面对的最大课题与挑战 不过我一向都是喜欢这种挑战的人 这种可以照顾到所有市民的需求 然后在体制内想办法去解决 最后得到我亲爱的市民朋友们 一句感谢 一个微笑 甚至握紧双手 一个拥抱 这种充实感 也是这三十多年以来 能够支持我 一直努力向前的原因 就是因为市民朋友们 还有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我想未来 我不管在哪里 我都会更努力 新竹队 也会在这个城市 继续为了这些温度 温暖 一起努力 关于这场选战 我要谢谢很多很多的人 除了各位市民朋友 还有各位新竹人的支持以外 我要谢谢我身边的团队 当然 你之间市长 一直还是我 最坚定温暖的伙伴 还有我身边的议员 谢谢我们的议员们 一起打了光荣的一场仗 他们未来的责任会更重 为所有托付给他们的市民 把这座城市 带向更美好的地方 为市民们 检视各项生活 各项需求 其实 我还要谢谢 跟我一起打拼的 敬总的同仁们 这群认真的年轻人们 有热心 有理想 有期待 他们就像这座城市里 每一个努力的年轻人 为了自己的理想 为了让生活都更好 为了让这座城市更好 五个多月以来陪着我 检视每一项的事情 提出每一项的看法 我很感谢 跟这样一群年轻人 一起共事 也让我更知道 原来每一个世代之间 是没有差距的 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 对于进步城市的追求 对于城市光荣的追求 永远都是相同的 我还要谢谢 每天陪伴我们的志工 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意见 每一个关怀 谢谢大家 大家都很认真 很努力 我们能一起走到这边 我想请现场的大家 给这些团队跟志工同仁 加油打气 也给 请大家给自己加油打气 好吗 请给自己一个掌声 我还要跟大家说 不要难过 也不要泄气 因为我们一起努力过 不是只有这五个多月 而是八年来的岁月 我们一直在一起 我们真的真的非常努力 所以我们有了美好的回忆 有了幸福的城市 有了光荣的新竹人 我们 有你 有你 有我 都总是公营的新竹人 我要跟大家说 回家以后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好好休息 稳定心情 善待自己身边 最亲爱的家人 最宝贵的家人 善待自己所有的朋友 这次的选举过程中 可能 有一些伤痕 但是要记得 我们都是疯的孩子 台阳世主 大家爱笑名名 我们都是新竹人 我们一起扶贫 心中的难受与伤痕 最后 我要恭喜 高安市长 45万人的城市 还要一起享受着 同样的阳光 空气 水 选举过后的日子 依然一样 要团结在一起 这座城市 我们爱的新竹市 一定 会持续变好 会持续光荣 谢谢大家